首先呢,您先進到這個OneNote的這個網址之後 它是一個翻轉學習平台 那我們今天比較單純一點,您就直接用反客就好了 好,直接用反客,您滑過這個反客登錄這邊 在這裡呢,您可以取得一個,按下去就取得一個反客代碼 有一個八位數的 那如果您下次要進到相同的,就是 您已經加入了群組,有學習過的資料,有閱讀過的紀錄 還有你的筆記,通通就在下面這邊,輸入相同的代碼就好 那如果不要,您要用輕的也沒有關係 好,所以我在這邊呢,就按一下 這樣會產生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八位數的代碼,那你如果按我了解了 不小心這代碼忘記,沒關係 進去還看得到,進去還看得到 所以在右上角這裡,有沒有 你的代碼還在上面,還在上面 那您進來之後呢,預設是放在我們的這個課程裡面 那我們的資料呢,是在群組 就是下面這個群組 所以你進到這個發現裡面的群組 你會看到裡面就有一個我剛剛公開的 第一個 第一個,那你從這邊進去之後 會,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資料 你把它按下去,在右手邊這裡 董家,要自己按一下加入喔 你不要等人家來開門喔 呵呵呵 好,你沒有按就只會停在這裡 請你按一下加入 好,那你按一下加入之後呢 就會進到我們裡面來 一樣的,你也可以看到這個簡報 所以簡報的檔案,您可以直接從這邊進來也可以 好,或者是進到OneNote裡面都OK 那進來之後呢,在訊息的旁邊有個叫任務 那我就把一些跟WebDuno相關的資料 我就擺在這邊了 所以您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在這邊 直接做瀏覽的動作 你把它打開之後,就直接連過去 這樣也可以 好,這個是我們就搭配個這樣的翻轉學習平台 讓各位可以比較方便的去看這些內容 好